湖北省中祥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寿之乡 据史料记载 早在公元470年 中祥因境内长寿人口众多 被命名为长寿县 2008年 中祥被评为第一批中国长寿之乡 2015年5月 国际人口老龄化 长寿化专家委员会审议投票 通过了中祥为世界长寿之乡 近日 记者走进世界长寿之乡中祥 探访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 居住于阳极村七祖的居然鹰老人 如今已五代同堂 大家族一共72人 老人最大的女儿81岁 最小的玄孙2岁 如今老人与最小的儿子毛存傅住在一起 在儿子眼中 母亲性格开朗 待人和善 很少为琐事 老陆生气 常教导子女要和气待人 他介绍说 母亲日常作息很规律 不挑食 身体硬朗 能生活自理 摘菜烧火做饭 不在话下 截至2022年12月 中祥市100周岁让长寿老人达到118人 目前 中祥已形成完善的高龄老人长寿津贴制度体系 其中 为百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高龄补贴 满100岁后 每增加一岁 每月再增加30元 市里的人民医院定期为老人体检 村医每个月都会上门检查基础疾病 据悉 为弘扬长寿文化 当地建成了长寿文化掌管 从地理区位 自然环境 孝道文化等角度 对中祥长寿文化进行阐释 研究发现 除得益于自然环境和医疗保障体系外 心态平和 勤劳善良 粗茶淡饭 知足常乐等特征 是百岁老人们共同的长寿经